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花蓮的人他们特别的远 所以得到的资讯也非常的慢 导致资方他们的态度会把 通常都会把工人当作案 你们就是来草的有草 会草的孩子有草 事实上他们忽略了 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 没有尽到雇主的一个防护的责任 反而把他怪罪成是工人爱草 然后就把最后和解的条件提高 所以导致于第三批的工人 很多位是没有办法拿到补偿的 那事实上大家身上的病痛都是一样的 而且时间越久 大家也更严重 那时候都一直以为是工作的劳累 然后会有痠痛 这个完全都不晓得 那时候工作环境我觉得也是很不好 病痛到从那边做一年 然后没有做的时候 那陆陆续续 我的朋友 就严重的就已经发生了 那时候就没有做了 然后回去花蓮 然后病痛那时候就觉得越来越严重 酸脚 手脚 手脚的酸痛 那最严重的就是 我朋友已经有去检查 检查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时间又过得更长 那我们后来才会 再来抗议 就是时间已经很久了 潜水服症那个病状 已经有人检查出来了 那我们再花蓮回去都不晓得 所以资讯到后来 我们现在知道的时候 已经也是很晚了 他们之前我知道 就是有跟日方和解 那也是很早的事情 我们的病动也是都一样 结果我们现在会上来 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 跟政府还有日本公司的和解 所以我们这次才会再上来 最根本的问题是 他们没有经到雇主的一个防护的责任 反而把他怪罪成是工人暗潮 然后就把最后和解的条件提高 所以导致于第三批的工人 很多位呢 是没有办法拿到补偿的 职业病的特殊性 在于他不是一石一地 他不能够一次性的给付 他不像职业灾害断手断脚 立时可见 职业病人体是会恶化的 病情是会变化的 而且他没完没了 那所以这20年来 对于很多的工人来讲 他刚刚就说他要去看病 也没办法看病 20年前我们抗争的时候 因为潜水肤症是一个很特殊的疾病 他们大概他们的酸痛 其实无以治疗 大概你只能够使用高压氧 但是他们抗争期间 得到了健保的高压氧给付 抗争之后呢 高压氧就不给付了 高压氧是一次自费就要1500块 所以对这些工人来讲 大家就只好吃止痛剂 止痛剂带来的肠胃的问题 带来的情绪的恶化 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并发症 其实这20年来都累积在他们身上 所以当时骨头没有发挥坏死 现在骨头都发挥坏死了 这些案件里面有相当多 最主要是在直灾受害的人里面 有三个最大的痛苦 第一个当然是他身体跟心理 受到直灾之后所产生的痛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经济上 他直灾之后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者说没办法找到工作 甚至于说他在事后的附件没有得到相当的补助 那使得他的经济上陷入困难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诉讼上的痛苦 因为要去打直灾的案件 在诉讼上是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或相当多的程序 我们觉得说在这个已经受了直灾的劳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的让他在这三个痛苦当中去做轮回 那这是我们做律师一直看不下去的 其实我们希望还给我们医疗权 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有医疗照顾 第二个部分潜水腹症 捷运的潜水腹症 是劳动部成立以来到现在 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个的被鉴定为集体重大的职业病的案例 那我们认为我们的人员并不多才三十几个 那这三四十个人呢 其实应该成为台湾职业病的一个防治典范 也就是说建立一个长期追踪的工人健康资料库 这一点都不难 花费的经费也不多 只是要看劳动部做不做这一件事 我们希望以我们自己的例子 成为台湾作为预防职业病的一个未来的重要的指标 但是得先让他们有定期的健康检查 让他们可以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 营造业是我们目前执灾率最高 最危险的一个行业 那营造业呢 大家都说营造业的SLP 其实看的就是它的效率 就是说工程的结果好不好 但是我们认为劳工安全卫生 优先于工程成果 所以应该要是劳安优先 我们建立工程的SLP 应该把劳动安全放在最前面 如果有重大执灾率的承包商 不管你是国外的跨国大企业的 或者是国内的本土 例如说新亚建设等等 我们都认为就是应该要停止它招标 而且要限制它禁用外劳